科技大学举行的创业大赛获冠军的香港区队伍 研发出将回收的剩余面包製成啤酒 并已经推出市面 卖剩的面包除了丢还有没有其他用途 四个科大学生前年开始回收剩余面包和薄饼皮 只是需要大约20克的份量 就可以製成这支手工啤酒 现在每个礼拜回收大约300公吨面包去生产啤酒 并且在市面发售 回想研发初期都遇到不少困难 我们去了一个大约300公吨面包 他说我怎么知道你不会就这样拿出所有面包 然后就走了 我们要给他们看一下我们真的有价值 还有有机会给他们不洗他们的面包 还有我们用他们的面包製成啤酒 实践减废理念之余 他们更加在科技大学创业大赛里面 拿到香港区冠军和多个奖项 和超过50万的奖金 另外两支获奖队伍分别研制出一套 可以食用的全麦餐具 和一款超薄抗菌纳米薄膜 用来监测运动员肌肉疲劳 科大说今年参赛的185队里面 有大约两成是社创项目 即是结合社企和商业化模式创业 三支队伍今个月中再和内地其他七个赛区 包括北京、广州等胜出的队伍进行总决赛 无线电视记者周俊锋报导